大家好,这里是小川看电影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美国的剧情片《内德的步枪》 内德的父亲亨利是罪恶滔天的通缉犯 母亲也因父亲的调缩 背叛叛国罪处以终身监禁 由于当时内德还未成年 所以被一位善良的牧师领养保护 内德也因此成为了虔诚的教徒 而现在的内德已年满18 可以脱离领养家庭独自生活 他很清楚母亲落得如此下场 全派自己不负责任的混蛋父亲所赐 临走前内德告诉牧师 他要亲手杀了父亲 来慰藉母亲不幸的一生 前不久内德的母亲刚由秘密监狱 转到了外界监狱服刑 内德一离家就迫不及待地去看望母亲 母亲告诉内德自己贵得很好 而且有个大出版公司 对他的经历很感兴趣 过去支付百万美元 派一名研究生每周来监狱收集他的故事 为他出版自传 这些钱也都存进了内德的账户 内德随时可以去叔叔那里取得银行卡使用 很快探监时间结束 内德不得不告别母亲 母亲希望儿子能常来探望自己 但内德等不及要去找父亲寻仇 他宽慰母亲自己要离开一些时 处理事情 这段时间会按监狱规定日期 和母亲电话联系 随后内德找叔叔拿到了银行卡 他的叔叔和父亲都是著名的诗人 当年父亲所做的事 让叔叔陷入阴影中走不出来 从此一蹶不振 逐渐淡出诗人的视线 独自住在一家旅馆无问世事 不过因为女孩却十分迷恋内德叔叔的事 女孩名为苏珊 是个还未毕业的研究生 她的毕业论文就是解读内德叔叔的事 在内德来之前 苏珊已经在旅馆周围徘徊了好几周了 苏珊见内德能轻易见到那位著名诗人 便故意接近内德 了解了自己对内德叔叔的爱慕 但这时天色异万 苏珊也淋雨生病了 内德开了房间 让苏珊先行休息 自己则找到叔叔 传达了苏珊对其诗词的欣赏 之后内德又从叔叔口中得知 她的父亲可能在西雅图的一家书店工作 第二天 内德叔叔接见了苏珊 内德则搭计程车去了机场 苏珊对内德叔叔的诗词理解深刻 尤其是写给内德父亲亨利的那些事 更是让苏珊极为喜欢 交谈者 苏珊得知内德是亨利的儿子时 猛然起身道别 慌慌张张地跑下了楼 苏珊从前台得知 内德可能去了机场 于是 她立刻追到机场 突然向内德表拍 非要跟着内德去西雅图 这时 内德叔叔忽然想起 苏珊这个名字 和多年前亨利侵犯过的一名少女同名 而亨利因因这件事做了七年老 她打电话到监狱 与内德母亲考证 却发现 苏珊就是出版社派举 编写内德母亲自尊的那名研究生 内德叔叔感觉苏珊来者不善 她即刻找去出版社 询问苏珊的具体情况 而出版社兼大名人来访 自然是知无不言 出版社表示 苏珊的写作能力很强 在业界有一些知名度 但是 不管她创作任何领域的作品 都能扯到对内德叔叔师哥的探讨上 这也让人们 把她与声名狼藉的亨利一家人联系起来 所以 当出版社想要出版内德母亲的自传时 自然就找到了苏珊代彼 后来出版社发现 苏珊曾经过精神病院 多年来也在不断接受心理治疗 而且还统伤过不让她毕业的导师 奇怪的是 苏珊从没来过出版社 但她会把每周采访内德母亲的内容撰写出来 并重新润色 以邮件的形式发给出版社 得知真相的内德叔叔即刻赶回旅馆 却被前台告知 苏珊跟内德一起走了 这时 牧师在内德母亲的介绍下 找到内德叔叔 将内德的杀父计划合盘托出 与此同时 内德和苏珊已经来到了西雅图的那家图书馆 不料 图书馆因为亨利的行迹恶劣 早就开除了她 不过 亨利有个朋友应该会知道亨利现在何处 在亨利朋友这里 内德得知 父亲去了一家偏僻的药厂 当事要志愿者 随后 内德买了辆车 找到了一家药厂 却得知 亨利因为药的副作用 常会出现幻觉 目前正在药厂 好吃好喝的休养 这时 苏珊不请自来 声称要帮内德 两人跟随药厂经理来到园区 远远放进了亨利 这也是内德多年来 第一次见到父亲 冷静片刻后 内德提出 第二天一早再来探望亨利 隔日早上 苏珊翻看内德的行李 发现了一把手枪 苏珊意识到 内德可能是要杀死自己的父亲 他将行李拿出去 目送内德离开 内德在药厂的图书馆 找到父亲与其交谈 却发现 其实亨利根本没疯 装疯卖傻 完全是为了 在这个免费提供吃住的地方 混日子养老 当亨利得知 内德是他多年未见的儿子 第一反应就是 内德应该是来杀自己的 但内德很冷静 他清楚 在对方有所防备的情况下 实施付出的成功几率不大 况且 他内心也很纠结 内德平静地告诉父亲 母亲希望父亲帮助出版自传 并且刻意奉称 亨利的文笔要远超于叔叔 亨利一点也不轻跨 文言大远 当即就拿出自己的著作 让儿子欣赏 这也在内德的意料之中 由于亨利是通缉犯 所以内德便称 他们可以开车跨境 而且亨利这个好色之徒 对内德同行的苏珊很有兴趣 爽快同意了这份美差 接苏珊的途中 内德找到了暗杀亨利的机会 他趁亨利下车接手 急忙掏出枪准备动手 却不了枪里居然没有子弹 内德错失了两极 怒不可遏 回到旅馆 他积极败坏地让苏珊交出子弹 可苏珊却装作毫不知情 让内德无可奈何 内德以为苏珊是想要钱 一气之下扔下钱包摔门而去 结果苏珊发现了钱包里的银行卡 上面还附带着内德叔叔备注的密码变签 等内德回来 发现苏珊和亨利都不见了 他的银行卡和手枪也被拿走 这时叔叔打了电话 内德才知道了苏珊的真实身份 他顿感不妙 立即联系银行 查到了银行卡最后的使用地点 与此同时 亨利也发现了苏珊的真实身份 他从苏珊的言谈曲曲中忽然想起 这个女孩就是多年前的那个叛逆少女 狗血的是 苏珊在当年竟然爱上了亨利 他很怀念那段被亨利哄骗的日子 也是因为亨利的世人身份 才让苏珊有了如今的造诣 所以家里人才会认为 苏珊爱上亨利 必定是精神出了问题 亨利很后悔当初的做法 却苏珊放下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但是苏珊已将亨利视为生命难以割舍 亨利不想回掉女孩的一生 便在第二天早上偷偷离开了 亨利前脚刚走 内德就找来了他们所住的旅馆 苏珊被敲门声惊醒 发现亨利不在身旁 他掏出枪透过窗户看到了内德 苏珊有些害怕 不知所措的待在原地 渐渐睡着了 不久后 亨利回心转意又回来了 他刚把要是插进门锁 就听了内德在叫自己 亨利神色一慌 赶紧推门而入 殊不知 潜水中的苏珊也被内德的声音吓到 下意识地对着门口开了一枪 正好打中刚进门的亨利 亨利知道 这个痴行的女子 为因自责而自杀 她挺着最后一口气走出门外 对儿子说 救她 内德跑进门看到 苏珊真的准备举枪自尽 可枪里只有一颗子弹 已经赏给了亨利 这时 连安同时看向了桌上的刀 为了不让惨剧发生 在墙上 苏珊紧追而来 顺势扑向刀尖 刺激了自己的腹部 然后走出门倒在了亨利身旁 此时 附近的警察已赶来 在门口待命 还没厌弃的亨利 让儿子快跑 但内德没有言语 默默举手投降 一段曲折的复仇故事 也就此落幕 不得不说 风魔少女的内心果然难动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